懂车的人他就是不会买SUV的 首先同样的预算 你买个轿车都能买高一级的车型 你XE的价格可以买3系 花后驱车的钱买了个前驱车 是不是有点智商税的味道 而且SUV油花还更高 省下来的油钱你买点排骨喝点奶茶那不行吗 给你的爱人买个包也可以 说到底SUV就是轿车这么改改改出来的 什么都会一点点什么东西也都样样不精通 操控不如轿车空间不如MPV 越野能力也就凑凑呵呵 要越野的人都去买这种带大梁三把锁的 真正的硬派越野车了 真的是这样吗 是不是这么个情况 如果你理性思考一下 其实不管什么东西 它都会有这样的鄙视链 你别买手机也有人说的 买水果手机不好 性价比这么低 真正懂的人现在都是买波罗手机的 都买安卓手机的 再比如说打篮球 你看美智兰 现在都流行跑位投三分了 很多人就会说 懂球的人现在都不干了 还是原来那个乔丹科比那个时候 有对抗的篮球才是真正的打篮球 再说微汽车 其实除了SUV 还有各种各样懂车的说法 你比如说懂车的人都买日系车 省心又耐用 懂车的人都买美系车 便宜又大碗 其实懂不懂车 和你买什么或者选什么 关系真就没那么大 真正买SUV的朋友 也不会在意这些说法的 关键还是看自己需求 最简单的 我就喜欢SUV外观 看着就舒服 我就要这种高大上的这种感觉 或者说我身高两米 一般的轿车 我每天像上朝或者请安一样的 坐进自己的车子的驾驶座 我就是不开心 我就要买SUV 也有可能 翻了翻评论区 确实也有不少朋友 开习惯SUV的就不想开轿车了 SUV是懂车 更是懂自己 比如说我们做供货生意的 经常需要搬点这种大物件 那SUV它就像刚需了 本田雅阁和CRV 我们来对比举例子好了 雅阁后备箱空间630左右 CRV有860升 放倒第二排空间还会更大 而且SUV尾门一般都是向上反的 对吧 那么后备箱的开口还可以更大 搬东西的高度也更加合适 像什么沙发电视机 儿童行车之类 你放进去都轻松不少 同时SUV虽然不能做到 翻山越岭国家地理那种越野 但是走走烂路 泥巴地理跑来跑去 跑个工地回个老家 坑坑洼洼 那比开轿车还是心里更有底 至少底盘不会磕到吧 高度总在那里吧 这和懂不懂车关系也是不大的 叫懂自己了 那关于SUV的话题 以前我们做过非常的多 点我的头像进主页 搜索SUV三个英文字母 现成的视频 现成就看得到 SUV的坐姿 视野和轿车到底哪里不一样 SUV和轿车到底哪个更安全 是不是膝盖撞头 我就是王中王啊 都是做过的 每天都会给你更新 有趣的汽车干货实用视频 开车养车都有 关注记得点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